啊,没有见过。 不是想买什么,只是想今天白日下陪着小妖多走一程。 碰到卖小吃的摊子,紧要了一些鸭脖子、鸡爪子,让小贩用荷叶包好。 他拎在手里,对恨不得立即咬几口的小妖说,回去再吃。 小妖说,我更想吃你做的。 老木乳肉的一手绝活,小妖和桑田儿都没学到手,时期却全学会了,紧笑,好,回头做给你。 你怎么做?怎么和新月说? 这你就不要操心了,反正你也只管吃。 小妖嘟嘴,又笑。 两人一路走回了小住戎府,紧把小妖送到她住的院子门口,小妖看她要走,一脸毫不掩饰的依依不舍。 简直像是一直要被遗弃的小狸猫。 紧心内又是难受,又是欢喜,你好好休息,明天我给你做好吃的。 小妖点点头,一步三回头的进了屋子。 紧每天早上要出门处理生意上的事,小妖练剑。 中午吃过饭,小妖睡一觉起来时,紧已经在墓西园内等她。 紧是认真教小妖学琴,小妖怕风龙和新月日后拷问,认真学了一会儿,可学着学着就不耐烦起来,要多久才能学会弹好听的曲子。 紧只能说,看你怎么定义好听。 小妖说,还是听人弹琴舒服,你给我弹一首曲子吧。 紧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弹过琴。 有一次,她看到以前用过的琴,自然而然的坐在琴前,信守抚琴,可是很快,她就发现自己的手指和以前截然不同,每个流淌出的音符都有偏差,提醒着她。 这句身体上曾发生过什么,大哥对她的身体试虐时侮辱她的话,一一回响在耳边。 她打翻了琴,不想再听到那些话,更不想再回忆起那些痛苦,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不会碰这些东西。 可是,小妖现在说她要听她弹琴,紧没有办法拒绝小妖,她凝神静气,尽力把一切都屏蔽,手放在琴上,却不知道弹什么。 在反复的折磨羞辱中,她已经失去了一颗享受音乐的心。 小妖羞涩的笑了笑,就弹那天晚上我唱给你听的那首歌吧,你还记得吗? 怎么可能忘记,君若水上风,妾似风中连,相见相思,相见相思,君若天上云,妾似云中月,相恋相惜,相恋相惜,君若山中树,妾似树上藤,相伴相依,相伴相依, 缘和世间有悲欢,缘和人间有聚散,唯月与君,掌相手不分离,掌相手不分离,掌相手不分离。 随着小妖的歌声在脑海中回响起,锦的心渐渐安宁,她抚琴而奏,琴音从从,每个音符依旧不完美,可是,在锦眼前的是小妖的舞姿,伴随着琴音的是小妖的歌声,她跃下起舞,对她一唱三叹,要掌相手不分离。 奏完一遍,锦又重新弹起,这一次却不是在重复小妖的歌声,而是她想要告诉小妖,你若是风中连,我愿做水上风,相见相思,你若是云中月,我愿做天上云,相恋相惜,你若是树上藤,我愿做山中树,相伴相依,纵然世间有悲欢,纵然人间有聚散,但我心如磐石无转移,只愿和你掌相手不分离。 小妖听懂了她的倾诉,钻进了她怀里,紧紧搂住她的腰,她的琴音停住,小妖呢喃,我喜欢听。 锦继续弹给她听,心里没有痛苦,耳畔没有羞辱声,她的心再次因为美妙的乐音,而宁静快乐,甚至比以前更快乐,因为现在还有个人因为她奏出的曲子而快乐。 静夜和胡雅听到琴音,都从自己的屋子里冲了出来,彼此看了一眼,不敢相信地看着锦的屋子。 他们的公子竟然再次抚琴了,不但在抚琴,那琴音里还流淌着快乐和满足。 静夜缓缓蹲在了地上,眼遮嘴,眼泪磕磕滚落。 这些年来,公子虽然回到了青秋,可他再不是当年的青秋公子景。 静夜本以为防风异应会抚平公子的伤口,但是他发现自己错了。 公子的伤腿在阴冷的雪天,一旦站久了,就会十分疼痛,他都发现公子不舒服。 可公子身旁的防风异应,却毫无所叫,依旧忙着游玩。 防风异应喜欢参加宴席,也喜欢举办宴席。 他在宴席上言笑风声,抚琴射箭,被众人的恭维喝彩包围。 公子却独自坐在庭院内,静夜把公子以前最喜欢的琴拿了出来。 公子看到后,果然没有忍住,信手弹奏,可突然之间,他打翻了琴,痛苦地弯下身子。 防风异应不但没有安慰,反而鄙夷地看着。 宴席上,有人要求公子奏琴,公子婉言拒绝,不知道阴游的众人起哄。 知道阴游的防风异应,不但不出言相邦,反而眼含激潮,笑着旁观。 后来,公子想退婚,和防风异应常谈了一次,静夜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。 只知道那夜之后,防风异应又变了,变得像是公子刚回来时,对公子十分温柔恭敬,但静夜已经明白,她只是在演戏。 静在小祝容府住了小半年,从秋祝到了东,小妖每天都能见到她,静是真心教小妖弹琴,可小妖是真心没有兴趣学,每日练一会儿执法就不耐烦。 对静说,反正以后我想听曲子时,你就会做给我听,我干嘛要学呢? 两人的教语学最后都会变成锦弹琴,小妖要么在啃她做的鸭脖子,要么在喝她酿的青梅酒,要么就是裹着条毯子她在踏上,一边翻看医书,一边和静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 风龙每次见了小妖,都会问她琴学得如何了,小妖只是干笑,傻笑。 小妖决定走捷径,强迫紧帮她响一首最简单的曲子,不许要求她的执法,不许要求节拍,只教她如何能把一首曲子弹完,什么都不需要理解掌握,弹完就行。 小妖弹完一遍后,激动的说,我也会弹曲子了,她孜孜不倦的联系了几天,觉得自己真的弹得不错了,当风龙回来时,她对风龙和新月宣布,我要为你们奏一曲。 风龙和新月都期待的做好,神情郑重,就差焚香沐浴更衣了。 小妖开始弹奏,新月的脸色变了变,看了紧几眼,紧正惊而坐,一派泰然。 风龙虽然琴技不如新月,可毕竟是大家族里的子弟,琴棋书画都要有涉猎,风龙欣赏的能力还是很高的,她无奈的看看小妖。 小妖弹完,期待的看着风龙和新月,新月怕伤她自尊心,急忙鼓掌喝彩,温柔的说,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继续努力。 风龙憋了一会儿,还是不知道说什么,小妖瞪着她,当不当我是朋友,是朋友的就说真话。 风龙艰难的说,我觉得你的天赋在别的地方,以后若有人请你抚情,你还是拒绝吧。 别难过,你看我和景擅长做的事情就截然不同。 新月也终于忍不住了,小妖,你辜负了一个好师父,以后即使谈情,也千万别说你是青秋公子景的弟子。 小妖点头,我是很聪明的。 景盲道,和她无关,是我没有交好。 新月又叹又笑,师父太宽容,弟子太无耻,活该一事无成。 小妖扑过去,要掐新月的嘴,你说谁无耻。 新月笑着躲,谁着急就是说谁。 小妖站住,犹豫着自己是该着急,还是不该着急,风龙和景都大笑了出来。 小妖不管了,决定先收拾了新月再说,新月赶忙往哥哥背后躲。 嘻嘻哈哈,几人闹成一团。 冬末时,景必须要回青秋,和家人一起迎接新春来临,陪奶奶祝导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 景一拖再拖,直到不得不走时,才动身。 从旨意到青秋,如果坐云脸的话,一个时辰就能到,驾驭坐骑飞行就更快了,小半个时辰而已。 可景离开那天,恰下着大雪,不能乘坐云脸,只能坐雪兽拉的车回去,至少要四五个时辰才能到。 小妖一在叮咛井路上小心,又把几瓶药膏交给静叶,叮嘱她,如果路上耽搁了,井腿疼,就抹这药。 以后景雪天出门,记得提醒她提前把药抹在伤腿上。 回去时,若觉得腿疼,就泡个药水澡,药她已经分成小包都包好了,放在行囊中。 静叶一一应下,把东西都仔细收好,带雪车出发了,静叶回头,看到小妖和风龙,新月站在门口。 距离渐远,风龙和新月已经转身往回走了,小妖却落在后面,边走边回头。 静叶不禁叹了口气,对胡雅说,如果王姬能是咱们的夫人就好了。 静叶说这话时,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。 胡雅担忧地看了一眼景,第一次静叶,不要乱说话,公子已有婚约,王姬不过是感激公子这段日子的教导。 静叶不服气地说,有婚约又如何? 还没有成婚,什么都没定。 难道你不知道世上有两个字,叫退婚吗? 静叶直静坐着,好似什么都没听到,从水晶车窗望出去,天地间,大雪纷飞,白茫茫一片。 第三章的第四节就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,接下来是第四章生香一,死相随。 新剧地带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,您的鼓励是小编创作的最大动力,祝您好运不断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,您的鼓励。